能够积极地耕种善音 让自己的心更坚定 心定了就能转业 深刻了解佛法的因果论 并实时安住忍一分 折消一份业的绝招 何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站起的坦然信念 积极耕种善音 才能离苦得乐 如果一昧地沉溺在困境里 始终无法安然放下 如此一来烦恼苦痛恶性循环 到最后反而更加陷落于黑暗的深渊中 面对自己的果报 接受这个事实 即使你不愿意这种果报 不喜欢这种事实 那其实因缘果因缘果 就是说我们的生苦意 在运作的时候 身体所做 嘴巴所做 心理所想等于在写剧本 这些剧本 在演出的时候 就是现在 我们要想要改变的话 果呈现 那我们不满意现在的果 我们还可以用我们的生苦意 来写未来的 我们认为我们能接受的 好的一种剧本出来 所以我就是我的观点 希望就是说能够接受现在的一切的 好的坏的苦的热的 然后命运还是主宰在我们手里 我们自己创造未来的好的热的 这个自己能够接受的 自己喜欢的一种果报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同样的灾难 有人家破人亡 有人安人无恙 可见在共业中仍然有别业 因此要别而不共 要从现在开始 积极地朝众善因得善果 和修一切善 断一切恶的目标去努力 法界新闻记者 赖伊荣徐赫勇台北采访报道